下面呢,我就闹枕这个病 给大家介绍一些简单的 大家日常可以操作的一些按摩方法 首先,闹枕以后我们先找一个穴位 叫闹枕穴 这个穴位呢,是在第二,第三,长子关节 长子关节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关节 叫长子关节 在长子关节后,大约0.5冲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0.5冲呢 就是大概在一横指 这样一横指的位置上 找到这个穴位 找到这个穴位以后 我们就开始什么 你比如说它左边疼 那么我就按左边 右边疼呢,就按右边 找到这个穴位以后呢 用你的大拇指 不要掐 要这个直幅这块 按在这个地方 缓慢的,轻轻的,这样什么 左右的揉动 这样揉 在揉的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是什么呢 一定要做患者的,这样慢慢的活动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现在是左边疼 那么呢,你想你左右旋转呢 它可能就是这样受到限制了 我这样在揉的时候呢 你,你这样慢慢的 慢慢的往右边转 然后呢,往左转 对,我这边别停 转,一直转到你不能转动为止 好,往左 对,然后低头 往后,往后仰 就这样 就说,这个一定要配合 我在这揉的时候 它不能不动 这样的话效果不是很好 一定要我揉 我一边揉 它一边 这样前后左右的旋转 注意一定要慢 一定要慢 而且呢,一定要转到最大位 就是转到一直转到你不能动的位 这个角度 这样揉上三到五分钟以后 基本上这个疼痛呢 它能缓解 就是30%到50%左右 就是说你这个 因为撒子漏症呢 它主要是活动受到限制 所以说这个揉完以后呢 它的病呢 基本上能好将近一半左右 就这个 所以这个学位呢 很重要 如果说 它这个疼痛不是一侧 是在 就是说左右都不能动了 那么呢 我们可以换一个学位呢 叫后膝 后膝呢 是在这个第五长指关节后 第五长指 就是这个小指 这叫第五 长指关节的后面 在这个窝 这个后面 然后呢 同样 这个操作手法是一样的 我这边一边揉 它配合呢 这样一边慢慢地旋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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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